在Modern Luther King Day NBA的總冠軍賽在線 在過去這幾年呢 只要是聖誕節 要不然就是Modern Luther King Day呢 美國這種大型的節日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騎士要大戰勇士 這個就有點像NBA冠軍賽的前哨戰 NBA自己本身也了解 所以在過去這幾年呢 大家都會以這些比賽 成為冠軍賽的指標 那今年呢 克里芬蘭騎士隊被swept 兩場比賽騎士隊就輸球了 不過在第二戰呢 Modern Luther King Day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是騎士隊呢 是全員出動 上半場打得有聲有色 他們相信自己可以贏這場比賽 因為呢 Isaiah Thomas回來了 再加上LeBron James 上半場打得真是虎虎身風 沒有任何人擋得住他們 上半場打完 他們仍然保持領先的數字 可是呢 打到下半場故事 這個桌子就被轉了一個方向 就變成騎士隊完全是在挨打 特別在第四節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個老麥的球隊 也一個年輕的球隊 互相的在競爭 勇士隊不管誰從板凳上來 投籃命中率都是極高的 那騎士隊在慢慢 Tired而且老化的情況之下呢 到了第四節 籃框小的就像 好小 看不到 所以呢 在這個第四節才高下17分的分數 這場比賽打完的時候呢 各方面的數據都從這個顯示出來 騎士隊真的老化了 而且在防守來看呢 是擋不住勇士隊的 那該怎麼辦才好 快攻分數 輸對方一樓框20米12 自己在進去 已經得了60幾分 對方才得40幾分 可是還是拿不下比賽的勝利 所以騎士隊在未來該怎麼辦 他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 可以年輕化嗎 他們可以在兩場對到對方失敗的比賽裡面 打出一點自己的信心 而不是看到冠軍賽系列 我相信啦 他們在冠軍賽還是會碰面 可是打到冠軍賽的時候 騎士隊會不會一看到對方就說 哎呀 我們要零四回家了 騎士隊現在大概只有兩三種方式 來改變這個問題 第一個 在過去呢 他們擁有同樣的一種方式 就是我們打不過人家的時候 我們找新的幫手來 我認為這是最快的快笑藥 可是這不一定是最好的一個快笑藥 在今年騎士擁有選秀權裡面 籃網隊第八順位 目前為止看起來是排名第八 第八順位的選秀 可是騎士怎麼樣好像都不願意把這個選秀權換走 因為呢 他們好像跟這個快艇隊討論說要換 Diondre Jordan 這樣可以加強進去的防守 跟籃板跟火鍋跟快速的能力 可是他們一直不開這一槍 感覺起來騎士隊是怕LeBron James 在這個球季結束以後 如果不繼續續約的話 他們又沒有選秀權 那還不是兩手空呢 可是我認為騎士隊現在沒有這個本錢 來等待 任何時候克里夫蘭這個城市 有機會拿冠軍 你現在就得拿冠軍 你不能砍到明年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聯盟已經證明了 超級新秀是沒有辦法讓你贏冠軍賽的 你只要看過去這麼多年來 過去的七八年裡面 拿到第一順位選秀的 像灰狼隊 他們有Andrew Wiggins 他們有Carl Anthony Towns 他們還是必須要找四個老 我本來就想老頭了 不過是四個老將來輔助他們打球 才有一定的成績 七六人隊呢 The process 他也要找JJ Reddick 他也要找Meer Johnson 他也要找一些老將 來幫助年輕的新秀 他才可以打出一定的成績 所以光是靠新秀是沒有辦法拿下NBA總冠軍的 因為他們認為說 第八順位你可以幹什麼 在過去這幾年 你記得他們那年拿到凱瑞 Irving是第一順位嗎 那年是他們抽籤的 他們原來是第七順位抽到頭獎 那隔年呢 Anthony Bennett也是他們的第八順位 又抽到頭獎 所以其實會認為說 我們的手感抽獎太厲害了 所以第八順位對我們說起來跟第一水秀一樣了 Not 不會每年都過年的 特別呢 騎士隊如果今年沒有辦法讓LeBron James高興的話 那他肯定就是要走人 你覺得LeBron James今年不贏冠軍 他會高興嗎 如果他要在球隊 沒有讓他得到他所有要的事情的話 他會高興嗎 答案是不可能的 他們現在就必須要做交易 而這些第八順位的交易呢 不一定要換DeAndre George 他們如果雷霆隊願意的話 他們可以去換Paul George 那這樣一來 不管在心理層面上跟實際的戰力上呢 騎士隊在冠軍賽系列 他就有一定的決勝 而且有對抗的一些機會 當然透過交易是一種方式 這沒有辦法自根只能自標而已 那真正解決他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還有半個球技 他們要努力的加強自己團隊防守的戰力 在回防的時候呢 大量的尋找一些壓制對方的機會 跟防守壓迫力的提升 因為他們現在其實還有足夠的人選 在這個球團裡面呢 可以有10個人 11個人 12個人的deep 來防守一個全隊的團隊防守的意志 他們如果這點做得到的話 在自由球員市場 還可以lockAndre Bourgett 在進去裡面可以幫他籃板 可以幫他火鍋 可以幫他防守 這樣子一來 他仍然在冠軍賽系列 還是有一絲絲機會的 如果他們現在沒有真正防守的意志 加強這樣子的想法的話 他們根本就不要想贏了 如果你認為說 騎士隊在現在的狀況是不好的話 你應該回想過去兩三年 每次到一月的時候 他們都會有一些問題 去年在這個時候呢 他們是兩勝四敗的一個戰績 而且呢 他們輸的一螺框 不該輸的球隊 而且在去年這個時候 LeBron James在哭說 我沒有空求後衛的幫忙啊 我忘了要哭了 那個前年的時候也是這個樣子啊 跟這個David Black教練 也是處罩了水深火熱的狀況 所以每年到一月 騎士是不是 他的問題就是一直的浮現在檯面上 到冠軍賽系列的時候 他還是仍然OK的 所以他現在需要增加的 是團隊自己防守的意志以及戰力 當然透過交易來說 是一個治標可是不能治本 所以騎士隊在未來打算用哪一套的方式 來讓自己的陣容加強 我們2月8號之前就會揭曉了 那各位呢 這個是這個禮拜的 好想要看你的內容 如果你跟我有不同的意見的話 非常歡迎你到我們PB Plus的粉絲頁 來跟我一起進行討論 或到我自己的粉絲頁 來給我一個讚 謝謝你們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